当广播记者鲍博·胡法克被派去报导肯尼迪在达拉斯的车队时 标志着他所在的新闻机构KRLD报导现场新闻事件发生了一个新变迁 在那之前我曾经做过多次的现场广播报导 但是那一次是我们第一次采用我们的移动电视报导设备 福特沃斯星辰电报记者鲍博·西弗说 早班和晚班编辑交替作业的报纸 当时仍然是非常受欢迎的新闻和信息来源 在没看到报纸之前人们都不怎么相信一件事 但是那件事在某种程度上把电视变得有点正式了 从那个周末开始电视将变成人们获取新闻的地方 从肯定迪总统遇刺到他在华盛顿的葬礼 那四天里的电视报导是事实 猜测和未经过滤的戏剧的组合 上千万的人通过电视直播收看了刺客嫌疑人 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被枪杀等事件 南方卫理工会大学历史教授杰弗瑞·恩吉尔说 通过大量的报道 美国人民得到了大量有益的错误信息 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情况 新闻不停地被过滤到新闻媒介 然后他们就顺其自然地做事情 听到了什么就告诉了人们什么 胡法克说 他试图在这个如狂风大浪般的错误信息风暴中保持镇静 我们在这段时间内集中精力 尽量镇定地报道事情 来鼓励这个世界保持理智 在之后的报道中 有关刺客嫌疑人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一系列事实 被胡法克的竞争对手KLF广播新闻记者盖瑞·蒂劳恩得到 蒂劳恩在达拉斯警察局有一个巧妙布置的线人 我去大厅买咖啡或是别的东西 他会说行 就是这个故事 在这件事公开之前我就知道 这些都是事实 但是恩吉尔说 对这些报道的总体分析 显示了现场报道满足公众对信息渴求的危险 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案例 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 信息在很多方面被过快处理 以至于人们没有时间去思考或者去证实 希佛从报纸新闻转到了电视记者 最终成为了一个电视网的新闻主持人 他说 肯尼迪遇刺时的电视新闻初期 从幕后看也有其不利的一面 他们发现总体来说 这不是一个庄重的过程 人们推散叫喊有很多的争论 在某种程度上看到这个过程 有可能影响了总体新闻的可信性 但是希佛补充说 这是美国公众第一次看到这个过程 从那以后 获取更多和更快信息的要求不断增加 有的支持将为美国公众ène 让这边看来二次感觉 关注一下 我们能够看出这个过程 为了一段时间 为了一个举重的过程 这个过程 要求不断增加 零三毛 完全要求不断增加